TAMASI COMPONENT 晚安 各位 很高興 就是你們今天來聆聽這場演講 那今天我很高興在這邊分享TAMASI COMPONENT KAMASI COMPONENT 是我在年初的時候參與TAMASI專案的一部分 那TAMASI COMPONENT的目標其實就是 我們希望能讓使用者可以更簡單更快速的 建立你的IoT和運用程式 那我將在接下來的議程介紹一些我設計的想法 以及我會提出一些例子 那希望你在聽完這個演講之後 你可以更了解TAMASI COMPONENT 那首先這是今天的Outline 那我會一開始先介紹什麼是TAMASI 再來我會講述已經有TAMASI了 為什麼我們還要建立TAMASI COMPONENT 再來我會進入到TAMASI COMPONENT的技術細節 包含如何實踐單項資料流 以及我們如何Component化我們的PICE 再來我會教你如何在TAMASI裡面設定我們的程式 最後有一個簡單的結合 那首先先介紹我自己 我叫林振榮 我正在五位紅老師 但是在六位同學 那我同時也是一位研究生 那研究在台客大研究等級互動領域 那舉凡你所熟知的AR世界或者是VR世界 或者像是今天我們討論的IoT設計介面 其實也是我們研究領域的範疇 那你如果還真的不知道這個領域到底在幹嘛 希望接下來這張圖片你可以更了解我們在做什麼 舉凡像是過去我們在VR世界裡面 我們沒辦法非常有臨場感的感受到 就是有人幫助李慧石的情況 那這樣就是一個非常好的HCIP 那在介紹TAMASI之前 其實TAMASI已經有Fail我三位 我的三位同事就是介紹過了 包含在2017年的Ruby WorkComp 以及2017年的RubyKaiB 介紹簡單的TAMASI原理 以及如何與我們的Rails在一起 以及在今年2018日RubyKaiB 教你如何使用TAMASI藍牙 與我們的LINE聊天機器人做運動 那這邊有一個簡單的介紹我們TAMASI是什麼 TAMASI其實源自於日本語 那它的意思是靈魂的意思 我們希望TAMASI能讓我們的Device賦予生命 讓它有平衡 讓我們可以更好的操作使用我們的Device 那簡而言之 TAMASI是一個以Ruby程式源開發的IoT framework 它可以很簡單的整合我們的IoT device 與我們的Rails在一起 那再來 那再來 TAMASI實際上我們把它實作在我們的宿媒派裡頭 你可以用非常簡潔的無理語法來控制我們的Device 那TAMASI的SERVERSIDE其實是RAID-based的 所以它可以非常容易的與我們的Rails在一起 更詳細來說TAMASI其實有以下這幾個特點 包含它是 它是一個非常 它擁有一個非常好的應接管理能力 以及包含它交換訊息是以Event的方式來交換 以及它的網路模組是採用Web site 用TAMASI的Namebooking的方式來做處理 那最後就是它非常容易與我們的Rails在一起 那接下來這裡有個簡短的影片 來介紹TAMASI如何管理我們的Device 這裡你可以看到我們從SERVERSIDE傳兩個訊息 包含我們要讓我們的Device發出一個聲音 那再來我們重啟我們的機器 你可以看到右邊的時間 我們的機器更新的時間已經被刷新了 那實際上TAMASI 我們其實有用TAMASI成功建立一個打卡系統 好 那這個打卡系統其實已經成功在2017年的半科知識節 以及2018年的Ruby.com成功運行 那它其實主要的目的就是幫助我們驗證使用者 以及Track每個一層教室的狀況 那這邊也有一個檢檔的Demo影片 告訴你我們打卡系統是怎麼願意的 聽到有一個問題 好 沒關係 如果你約進去的話 你可以輸入這個溯網址 那可以自己去看這樣 那接下來簡單介紹完TAMASI之後 你一定會覺得TAMASI已經很完整 那為什麼我還要設計TAMASI Complement 一般 在一些知名的IoT framework 比方像NodeRate或者是Voto 它其實有永遠以下特點 比方說它其實可以很好管理來自Device的Data 或者是它可以提供一個非常方便的界面 幫助我們來控制我們的Device 那TAMASI 如同我前面所說 TAMASI其實最一開始是被設計用來作為打卡系統 所以它整個核心環繞在我們的RFID的身上 那我們有一個TAMASI Agent券 運行在我們的樹莓派上面 TAMASI Agent裡頭其實已經簡單的定義一些 基本的Hardware模組 比方說我們的風明器以及我們的RFID 或者是LCD之類的 但是就由於這層的關係 導致我們Hardware模組以及我們的Agent相應性非常的重 這會導致使用者在新增一個額外的Sensor 或者是刪減一個Sensor的時候 是變得困難以及突炸 那如同我前面所說 因為這些原因 所以我們希望讓我們TAMASI變得更有彈性意義 那我們要怎麼達成這件事情呢? 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斷開鎖鏈、斷開鏈接 把所有的相應性全部都斷開 我們就把TAMASI Agent原本的Device模組 全部都湊出去成一個一個的Library 那每一個Library裡面 其實都已經定義好一些基本的行為 你可以用簡潔的無比喻法來操控我們的Device 比方說今天我有一個風明器 我想要讓風明器發出聲音 我只要用Big這個方法 輸入我想發出聲音的視訊即可 那再來假設如果我要讓我的LCDD 印出我想要的字 那我只要使用Create這個方法 你可以發現 這樣的改變可以讓我們整個IoT的系統 變得非常的有彈性 那解決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還延伸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要如何讓我們的Agent 以及我們抽出去的Device做柔頭 你會想到就是我們可以設立Codeback方式 但是你可以想像 假設如果我們今天Device一多 我們每個Device都有他們各自的Codeback方式 那其實在開發者來說 他要Trans所有的行為會變得非常複雜 所以我們提出了Tamashi Component 來幫助我們解決這件事情 那Tamashi Component有底下這幾個特點 包含他連結我們的Agent 以及我們抽出去的Device 以及他提供了一些Hopemaster 幫助我們設定以及啟動我們的Device 再來他擁有一個Event Queue 能幫助我們管理來自Device的訊息 你可以看到這張示意圖 Tamashi Component連接我們的Tamashi Agent 以及我們抽出去的Device 我們抽出去的Device 我們已經定義好一些基本的行為 而我們開發者只需要專注於 如何設計我們的業務邏輯 以及觸發這些Device的行為 那來到後半部分 就是我接下來想要分享 就是Tamashi Component的技術系列 我提出兩個設計目標 包含我們使用Tamashi Component Bus 來改變我們Tamashi的資料 改成單項的 再來我們Component化五的Device 我們將一個一個Device包成一個一個Model-like的Object 那使用者只需要透過我們提供的API 就可以很輕鬆的控制我們的Device 你可以發現這樣的設計轉變 可以讓我們更有彈性的在建構我們的IoT系統 那在介紹Tamashi Component Bus如何實現單項資料流之前 我想今天介紹PubStop Pattern 再來進入Tamashi Component Bus的技術系列 這是PubStop Pattern的架構圖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Message Pattern 那它主要用在於不同頂件之間的溝通 組件和組件之間 他們其實互相不知道是誰 那這個Pattern裡面其實有三個重要的角色 包含訂閱者以及發布者 以及我們中間的同課 我們的發布者 我們發布者就是負責傳送訊息 而訂閱者就是負責接收自己感興趣的訊息 那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這個Pattern 其實發布者並不會直接對我們的訂閱者做訊息的傳遞 而且發布者並不知道訂閱者到底有誰 那為了達成這個目標 其實就需要一個中間人 那這個中間人 說可能會接收來自發布者的訊息 並且廣播給我們的訂閱者 那根據剛剛前面所提到的Pattern Pattern 原則 我們將台灣型 Component 設計成像Pattern Pattern 它實踐了單上資料流 那可以幫助我們管理 而訂閱和device之間的data 整個架構圖如下 你可以看到 我們device 代言的發布者角色 傳遞Event 給我們的ComponentBus ComponentBus 會負責收集來自device的Event 然後並且Pass給我們的adj 居然會根據Event 裡面的內容 對device做不同relation 根據前面提到的 這樣單項資料流的設計 其實分解了我們data 以及業務邏輯的相應性 那這樣其實有兩個好處 包含其實我們可以很容易管理我們的data 再來 我們使用者只需要專注在如何撰寫 設計我們的業務邏輯 以及觸發device 那接下來我想談論第二個設計原則 我們如何Component化我們的device 那首先我會先介紹什麼是稅 再來我會 介紹就是我們如何用麻蹄稅來實踐Concurrent Model 再來我會介紹什麼是Q 以及我們如何使用Q來管理我們的event 所以什麼是稅 其實今天早上有一個 就是一樣也是我的同事Telza 他其實有非常詳盡介紹 Ruby如何時間睡的行為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參考他的遺程 那我這邊只做個簡短的介紹 所以我們稱之為線程 那他其實是在程序之中 是一個單一的稅序控制器 你可以使用稅實現Concurrent Model 那比方說如果你在一個程序裡面 如果使用多個稅的話 來做不同的工作 那我們稱這個行為為 麻蹄稅型 而Tamashi 就是使用麻蹄稅型來實現Concurrent Model 你會有一個疑問就是 為什麼我不用單個稅來使做Tamashi 這邊有一個例子介紹給大家 就是我有一個主稅 然後我有兩個device RFID的Reader以及我的發色 那我裡面有一個loop 定期會去檢查說我的Reader 到底有沒有讀到的資料 如果我有讀到資料的話 我希望我的風雲氣會降 那如果我沒有讀到資料的話 我就讓他休息0.1秒 來施放我們的CPU資源 那這個情境下面 我們用單個稅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用單個稅 其實我們都是同步的在釣用我們的MASER 那今天假設 如果我們的BASER 不小心crash了 那它會導致我們這個系統 跟著一起crash 所以我們使用MARTI-Straight 來實現Concurrent Model 我們將所有的Concurrent Devices 都建立自己的 都讓他們擁有自己的Straight 那Concurrent Devices之間 我們透過使用Event的方式 讓他做訊息的交換 舉個例子來說 像RFIDReader它其實有一個Straight 那它的工作就是負責去偵測 這到底有沒有卡片進來 那今天有一個卡片進來了 RFIDReader會 將我們讀到的卡號 包裝成一個Event 傳給我們的Component Bus Component Bus 會再將這個Event Pass給我們的Agent Agent就會根據Event的內容 對不同的Device做動作 比方這邊來說 就是我希望我卡片驗證成功之後 我的Budger會告訴使用者 這個卡片驗證成功 那再來我想介紹什麼是Q 這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Q是一個有序的集合 那今天你最先傳入的Message 它也會推行出來 而你最近傳入的Message 它必須等到前面的Message 全部都離開之後 它才會跟著你離開 而這樣的原理 我們稱之為First In First Out 那運用這樣的原理 其實Q就提供了一個 非同步的溝通方式 在睡和睡之間 我們將這樣的機制 實作在我們的Component Bus上 那這樣可以確保 Component Bus 不會移動來自Device的訊息 而且這個訊息是有序的 你可以看到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張架構圖 我們把Tamashi 我們修改Tamashi原來的架構 每個Device 擁有自己的睡 做不同的事情 而Device和Device之間 透過Event的方式來做溝通 我們使用Q 將我們的Event儲存起來 而且是有序的 最後 我們實現單項資料流 幫助我們使用者更好的管理資料 你只需要專注於你的業務邏輯轉線即可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我們如何在Tamashi上面設定我們的Sensor 為了讓我們很緊潔的撰寫設定檔 其實我建立了一個小小的DSL 你可以看到 這邊我們建立了兩個Device Faster和CardReader 以及設置它一些detail的設定 那撰寫設定檔之後 其實我們的文件會根據 你設定檔的內容 來設定我們的Device 並且啟動它 每一個Device它其實都各自有自節稅 所以它啟動之後 它就會開始做它自己的事 比方說RFID reader 它就開始負責偵測 有沒有卡片進來 那介紹完基本的設定之後 接下來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希望 加一個新的LED模組 到我們現有的打卡系統裡面 而你可以看到 我們只需要 接下來短短四個步驟即可完成 包含上次步驟一 你只要新增你的Tamashi LED Library 到你的Project之中 在這個情況下 再來我們Mount我們的LED 讓我們的Agent 可以控制我們的LED 接下來我們撰寫LED的設定檔 像是它在樹莓派上面的腳位 接下來我們修改我們的業務邏輯 在這個情境之下 我希望就是卡片驗證成功的時候 我的LED燈會變 結束之後你可以看到就是 結果就是 當我卡片驗證成功的時候 我的LED燈會跟著一起燃 那接下來這裡有一個簡單的Demo影片 希望你看完之後 你可以更了解Tamashi卡 然後你在幹嘛 在這裡 在這裡 我幫你解決一下 走馬路 我ades çok緊張 但是看到以前 你喜歡 我爹地在這裡 不過你 我以前有一家 可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看到 經過前面的設定 你只要新燈你的LED模組進去 然後驗證你的卡片 如果卡片成功的時候 LED燈就會亮 那一樣的方法 今天我想要加一個LCD模組出去 一樣也是驗證卡 那卡片那個LCD就會印出你想要的 好那現在就知道結論的部分 那其實我前面其實已經很快的把 Tamashi Component的重要思想介紹過一遍 那其實我們團隊其實致力於就是如何提供一個更好的方式來控制我們的 device 那這樣可以希望可以讓開發者可以更有彈性的建構他自己的IoT系統 那其實Tamashi Component目前仍在開發階段 其實還有蠻多地方需要重新重構以及評估的 比方說像是我們就有在評估說到底要不要使用Fiber 來讓我們的CPU 來讓我們CPU的resource更好的被使用 以及目前Tamashi 僅能支持一些小部分的device 我們希望在未來我們可以支援更多的device 那這些是Tamashi目前可以支援的device 以及Tamashi相關的library 以及Tamashi相關的library 那最後感謝你的聆聽